中日导厂卷中之王非意大利莫属 就我所在的海滨小船佩斯卡拉 我所知道的就已经有八家了 用平凡的来点餐已经是常态 有些餐厅还有机器人送菜 卷完菜品卷白盘卷完白盘卷装修 他们这家装修是目前比较常见的鸟笼设计 菜品的话中日料是肯定的 有些还会涉及到泰国菜和印度菜 菜品之凡都要让你瞠目结舍 通常他们的口味会比较重 就是比较咸口啦 所谓包餐就是all you can eat 不一定的金额在可选的范围内让你选择 晚餐的价格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一些特定菜只有在晚上才有 酒水甜品都是另外结算的 除此之外还有座位费 大罗马好像是意大利唯一一个城市不收座位费的 现在的模式你们认为能赚钱吗 欢迎留下你们的看法和评论 这里是米学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